詠春 熱問 一代詠春宗師熱問 可以說是武術界的傳奇 他的生平史跡亦都被拍成不少的電影 令世人對詠春有相當的認識 對傳承詠春有很大的作用 而他更加是熱問宗師 在澳門的親秀傳人之一 我大約是五三五四 差不多五歲學到十四兩歲 都有超過十二年 麻煩將他的名字加回聲稱兩隻字 這位自稱是熱問在澳門親秀詠春的鍾奇心 曾經多次以以上的TITO接受過不少傳媒訪問 甚至更加參加過大學舉辦的講座 名正言順以熱問之名四處鋪張 我大約是五三五四年 鍾奇心曾經向各大媒體表示 自己在澳門和熱問學詠春 而他都跟我們表示 自己在五三五四年和熱問習武 不過我們調查資料似乎跟他所說的有所出入 他不是在澳門一下來就不斷在這裡住澳門 他住了一段時間 接著他去香港 其實在澳門開始授權是有原因的 絕對不會是澳門 他下來他要生活的 五零左右 他就住了最少都半年一年以上 然後他就像個個一樣來到遁一腳 他就去香港 即是來澳門就兩樣半年度 可能不止 在那裡住了十三天 但我們找到幾個證人跟你說的不同 就熱問應該是四九年來 在那裡住了十三天 然後在澳門去香港 看一段時間 肯定肯定 熱問沒有再去澳門 熱問就來在澳門十三天 孫女學生十三天 小年頭你未認識 那個時候 熱問今年不是準備教功夫 即是熱問雖然來過澳門 但當時只是停留十三天 沒有中其心所講半年那麼久 而熱問去到香港之後 認識了其中一位徒弟唐祖志 他更加歷子而問從來沒有在澳門教過班 我根本由五零零我已經認識他 我一直都跟師傅在一起 因為我一直都有空 有沒有聽過 葉師傅會離開香港 到了澳門一段時間 應該就不會了 他一向都跟我們在一起 我經常都見到他 不記得以前的師兄弟 比我更好 又經常會見到他 那些很多師兄弟都還沒死 那麼他怎會走到澳門 有沒有聽過在你學拳之前 即是五一五二五三年 葉師傅過澳門教他 不會的 現在五一五五三年 還有些師兄弟在這裡 那些還在學 我們學的時候認識他們 在飯店公會 在三太子廟 即是據唐祖志所說 熱問根本沒有在澳門開班教運春 那麼中其心怎麼做到 其他媒體裡面所說 五歲的時候在蓬萊新街 向葉敏師傅拜師 而據葉敏大者葉準所說 葉敏開的第一班是在香港 葉敏第一個來到香港 就是教功夫的 應該是在飯店公會的 我五零年大約七八月的時候 香港就搞新娘證 我才叫媽媽和家人 來香港拿了新娘證 我跟她在香港的時候 她肯定沒有去過後悔 當時梁尚就在飯店職工總會 做主席 李文就介紹葉文給梁尚認識 其實梁尚當時也聞到葉文的名字 很高興葉文在飯店職工總會 在海外教功夫 結果 五零年七月 是葉文認識了職工總會梁尚在雪球 是葉文第一次在海外教功夫 絕對不會是澳門 鍾奇心曾經向傳媒表示 自己是驗敏當年 和澳門一班徒弟合照照片中最小的小朋友 不過就跟正人所說的 又很大出入 以我所知 那張照片 我就知道那個是李恩榮 就不是你所說的那個鍾奇心 六四營在大生飯店 就學穎春的 跟葉文師傅 當時就有個師弟 她的同事介紹她來學穎春 她的同事就是李恩榮 當時葉文師傅就說 這個就是最小的徒弟坐在我前面拍照 即是你聽過葉師傅說的 是的 所以就這麼深印象 其實她教李恩榮 當時李恩榮大約幾歲 八九歲左右 所以師傅這麼深印象 就是葉文師傅說 最小的這個徒弟就是他 其中一張照片的小孩 就叫做李恩榮 是那時候的唯一小孩 而據彭千鑫所說 李恩榮早已離世 生存在香港一間銀行任職 彭師傅之後跟我們展示 一本關於葉文生平的特刊 照片上標明是1950年 我們再找鍾師傅問問 這個大約 照我想是五十年代 五四 五四左右 不過為何鍾奇心 被傳媒採訪提供的照片 是沒有上面有排便的部分的 但是因為我們找到一個版本 它寫著1950年 這個不正確 因為為何呢 第一這個Banner可能是後加的 因為以前拍照 就不像現在的數碼 自己加進去結婚 那些後加的那些 可能 總之是錯誤 我那張 就沒有Banner 我不知道後來那些加得怎樣 你要看就看我放出來的那些 我也是那些 但是我真的沒有Banner 我所知的就是沒有Banner 不過這些事老實說 有沒有都好 都是這麼久的事 之後我們再問他跟李欣榮的關係 我們過過香港那邊 找過葉俊師傅 和黃祖子 和師叔伯 他就說 這個小朋友是李欣榮 會不會中間有什麼不會呢 這個人我不認識 我亦都不想知道 因為這些 你知道坊間有很多東西 他說是秦始皇 但葉俊華是你英明 會不會有什麼會不會呢 就是他們是 他都是跟葉敏師傅跟澳門 這些事我很難說 因為為什麼呢 對我們現在說的東西 都無關 那就end topic 那到底葉敏 為什麼會來澳門教班呢 那時候在香港和澳門之間 他都舉目無親 他都在澳門那裡有親人 他有個女兒 他帶下來 後來嫁了在澳門 完全是沒有這回事 他後來有外孫 他就要回來 照顧孫和孫 玩 大女兒來的 港大女兒 嫁了來澳門 我姐姐真的不是在澳門結婚的 當然啦 她在那裡住 我師傅就問他要回來照顧孫 他在香港沒有親人 那你有空就回來 當時葉師傅 你的白夜 為什麼會來澳門 他一來就從澳門過 因為他妹妹教他從澳門過 來澳門逗留了多久 我聽我姐姐說就是幾天而已 因為我姐姐和她一起下來 其實在澳門 她會不會有教過拳 或者怎樣 我覺得我姐姐說她沒有 她那間小鳥舖住了幾天就離開 好像近來有一個這樣說 好處是跟我姐姐不太相符 她貴姓嗎 說我姐姐在這裡結婚 完全是沒有這回事 哦 是不是說姓中那個 是啊 我姐姐真的不是在澳門結婚的 怎有我爸爸過來 探望我姐姐和那些孫 連葉師傅的女兒都直指鍾其心所說的不是事實 那鍾師傅其實是什麼一回事 她有個小女兒在澳門的 你知道嗎 是啊 好像是 但是我沒有什麼接觸的 所以我不知道她那些人 現在 但是葉阿媛就說 她大家姐就不是在澳門結婚 和不是在澳門生小朋友 她說這樣你不可以問她多些 你相信她的你不可以聽她的 你問我我怎麼說 這就是 是啊 不關我的事 無論是葉問的子女 還是葉問的親壽徒弟 都否定了鍾其心之前 和各大媒體一直所說的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呢 莊師傅 這個世界所以這麼精彩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你有陳色泰 是有陽色泰 所以各有各 你喜歡哪一個 如果她真的不是葉問的徒弟 影響就會很… 可以這樣說 會很長遠 會很深遠 意思就是說 可能過了某一段時間 過了十幾十年 慢慢就成為一種氣候也不一定 你說你是葉問的的傳弟子 可以這樣說 用回我們行內的說話 你開了一瓶水澳門 慢慢就覺得這瓶水是真的 如果當你是假的話 慢慢假就變真 假假假假 可能假假就當真 也不一定 就是這樣說 我沒有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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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有些師兄弟就不認識的 但是都是我們有本 榮春的書 有說哪是他的徒弟 這裏總會都沒有傳言 他也敢不敢來這裏總會 我是越問的兒子 同是越問的兒子 我需要什麼闢謠 我不用證明我是鍾其心 那你相信的不就相信 不相信的 根本我 你明白嗎 那點在哪裏 是嗎 那點是 對 那點在哪裏 根本沒有點的 你只有兩隻手 兩隻腳 你打得多少個啊 不是啊 我有兩隻手 八隻腳 打得多少個 我敢不敢說 招呼你 卓卓有意